在接下来的视频中 我们来介绍关于脚的类型的一些术语 有锐脚 直脚和钝脚 先来看锐脚 从一个点画出两根射线 形成的这个夹脚就是锐脚 锐脚也可以通过两条相交直线来形成 这里相对的两个夹脚都是锐脚 在随后我们定义直脚之后 就会知道锐脚是比直脚更窄更小的脚 直脚是水平线和垂直线的夹脚 我们先画一条从左到右的射线 再画一条从上到下的线 这里形成的就是直脚 我们画一个像半个箱子那样的标记 来代表直脚 不局限于这个例子 只要形成脚的两条射线 彼此是垂直的 这个脚就是直脚 之前提过锐脚比直脚小 在我们学过角度和弧度之后 就会明白 直脚是90度 锐脚小于90度 锐脚张开的角度更窄更小 这根射线只要转少许角度 就得到一个锐脚 我们应该已经猜出 顿脚是比直脚大的脚 来看几个顿脚的例子 形成顿脚的两个射线 张开的更宽更大 从字面来理解的话 锐是比较尖锐的 锐脚也是尖尖的 顿是比较迟顿的 顿脚也是宽宽大大的 这个解读可能有些牵强 希望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吧 另一种理解它的方式 是和形成直脚相比 这根射线需要旋转更多的角度 来形成一个顿脚 当然比形成一个锐脚 转过更多的角度 这里有两根交叉线 形成的这两个脚是锐脚 这两个脚就是顿脚 两根线如果彼此垂直 就形成直脚 如果彼此很靠近 只需旋转少许 就形成锐脚 如果离得很远 需要旋转很多 就形成顿脚 看上去应该很容易辨认吧 就签转了 3 4 1 5